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新闻网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亦凡 还是挺开心的吧 因为自己特别喜欢这个音乐 然后这也是第三年了 就是还是想把它再能够尽自己分力 然后让做得更好吧 我觉得说唱音乐应该比较像是碳酸汽水 就是比较爽 还是因为热爱吧 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音乐 然后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去 也能够去了解 其实我觉得一直以来就是我 包括选手啊 包括整个节目大家都在不断地去成长 包括在进步 不同于网友 但是今天有很多新的一些 就是新人 就是一些年纪很小的一些 然后可能刚刚开始这个 尝试这个音乐 在道路上的一些朋友 所以我希望给他们多一些平台跟机会 然后跟支持 还有鼓励 其实一直也没有说去刻意想要去制作什么热词 对 然后之前也是 其实就是无意见说 但是 节目的剪辑 出来之后可能就会比较洗脑 对 然后就大家可能也比较喜欢 就觉得有意思 可能就变成了一个 大家常用的一个词语 就今天也没有特别说 我想要去制造什么样的热词 对 我觉得看大家的感受吧 如果大家有觉得有什么好玩的话 可以玩的 当然也觉得是挺好的 因为我觉得它还是可以 让更多人去 因为一些简单的词语或什么 去了解这个音乐 或者来看节目 其实还是一个这样的 如果有这样的效果就挺好的 对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 还是一个比较幽默也谈不上 其实还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人 但是就是说表现 表面上来看的话 确实是比较高冷的一个外表 对 就是天蝎座 就是外表是这样 然后一直以来也没有什么 因为这几年也在专注很多音乐上面的事情 也没有什么机会去 其实把更真实的一面展现给 这个观众朋友们 今年可能刚好有这样的一些节目 然后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去展现 对 但是 对 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也差不多 都是这个性能 我觉得还是作品本身吧 对 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音乐作品 作为艺人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作品本身 它是否能够有就是被大众所喜爱 能接受的地方 对 我觉得作品是一切源于运动的作品 对 其实有歌本来它就是一个一个在作品节目里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点 然后变成了一个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个梗 然后很多人去包括二四创作呀 然后各种各样的方式 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挺好玩 挺有意思 那今年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歌做出来 自己去出一样的作品 然后 然后 当时也是抱着尝试的心情去录音棚里面 然后 怎么知道 就是 很来临 对 当时就其实一气呵成把这个歌做出来了 表达的内容 其实就是自己一些 我觉得想要 表达的一些一些一些心态跟感觉吧 希望能跟大众一起去分享 然后包括能够带快乐给大家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这个这个梗的初衷来源于就是 就是一个 我让一个老爷爷老奶奶吃面的时候很开心 然后大家看着又很开心 觉得这东西很有意思很好玩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不能跑偏这个主题 对 所以这我给大家也是传达这样一个就是 我是说大胆快乐心态 就像歌词那边有一句话就是说 不要轻易否定自己 每个人都就是快乐才是真理 对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 小时候我觉得三十岁就好像有点老了 好老了 我记得小时候我十五六十八的时候 我都觉得三十岁 没有想那么远 我觉得如果我到二十 近了二十就已经开始不如青 就是青年 然后二十五可能就已经老了 三十不敢想 无法停止自己长大的脚步 变老的脚步 还是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吧 对我觉得就是 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说 一定要计划很长远的一个人 我觉得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是最好是把现在的人生先过好 做好现在所需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危机感这个东西来源于自己更不威胁 对就是人需要有一定的危机感才能够去不断进步 就是这个不管是在音乐上来说也好 还是人生的道路上也好 对所以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去想了怎么样去不断的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也好啊 自己的自己的事情 对所以这方面我是更加去注重的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部分也是也是作品我觉得 对其实像大昂画面这首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很很很好的一个例子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就是传递了一个这样的正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给大家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就是笑一笑就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是 那我觉得能够用我的音乐去传递这个信息的话也会增加的有力量 一首音乐能够陪伴你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当你难过的时候或者当你就是有有有有有困惑的时候 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或者你的音乐播放器你可以听有这个歌 然后这个音乐传递传递的能量是我觉得是非常直接的 而且音乐是能够感染人的 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作品里面能够去有这样 这样的东西去去引导包括去能够去影响到这些喜欢我支持我的人呢